不仅过来以前也很紧张 每天都有拍摩的较真正 台南市北区区公所 就利用一台冰箱时 服务民众阿伯的店推车 改宗行为一个临时的旗带 其家家里的民众 可以由亲友代理拟 快速赏到其家家里才的手中 台南市政府为了快速 发送风亦关怀报 这是国区公所 来结设 目前在台南市北区区公所 就利用一台冰箱时 服务民众的阿伯的店的撒车 马上换争身为一个临时的旗带 让其家家里的民众 有亲友的党前往代理 领出风亦关怀报 快速赏到其家家里才的手中 我们现在的所在就是 我们北区部网所的担门口 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个阿伯的店 我们用这个柜台 要来发放到我们的防疫包 这个防疫包是针对我们的确诊者 确诊者来设计的 那里面有饼干 有泡面 还有一些防疫酒精 还有一些宣导的通知 那最主要就是 我们在确诊者居家照顾的时候 可以让亲友来我们公所这边 来领取这样的防疫包 然后交付给我们 现在目前在家隔离的这个确诊的朋友 希望他也能够安然度过 度过这一波的疫情 那我们通我们现在目前公所正如火如土的 根据卫生局提供给我们的名册 在通知我们确诊者 那也希望确诊者能够通知他的亲友 一起到公所这边来领取这样的防疫包 那也预祝他早日康复 台南市北区区长李皇申说明 目前在区公所大门口 拆出两个通知 一个是领取公益关怀包的整台 一个是民众撬公快速进出的通知 拆出严格的公益措施 我们现在看得到我们公所的撬公的部分 我们现在买到撬公的民众 是怕我们在我现在的倒抽屏这个入口 这边我们的柜台就直接刷在门口这里过来 让民众不用再进到公所的柜台里面 那这边也设有透明的交付 那保护我们自己的同仁 那当然也是来保护我们来领取的民众 另外区公所的民政客 表示 民众在出来吉他家里的时尊 也要注意到吉他家里的环境 尊重 区公所会来帮助民众安心度过减一期 记者丹甲心北区拆放不得